Hello, 各位, 大家好, 今天這段影片, 籌備了一段時間 因為之前也有講過, 關於自己幾個子女, 在選校, 在派委派中學 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結果, 經過這麼多次, 總結了一些心得 也有三個, 都讀完小學, 最後那個在上個月畢業, 拍了學校 當中有很多見到, 學到, 聽到, 看到的東西, 我想重結一下 為什麼會想講這段影片呢? 其實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不同的KOL, 家長, 朋友, 他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但是我這個頻道呢, 是講一些關於投資的東西 習慣了去想東西, 都是用一種底層邏輯的方式去想東西 或者一般人說的critical thinking, 一種這樣的想法去想 而很多時候得到的結果, 就跟坊間所說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完全一致 所以我這裡就是想做一般都是會做的工作 就是將它分析一下, 告訴大家, 其實你敢跟它 或者用一個坊間的想法去想, 其實是否不對呢? 在開始講這個, 自己對這個小學升中學, 一個開始之前 我想講幾個問題, 去反思一下, 究竟在這幾年裡面 或者在接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還好像我們以前那樣想 讀書, 做好一點成績, 拼命,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思考 這樣的想法, 就可以慢慢完食的人生呢? 是否應該追求這些東西呢? 其實在這幾年裡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以前信賴的一套價值觀 或者一套覺得必贏的公式, 好像是慢慢消失了 在歷史紅樓裡面, 其實是短短那幾十年, 說真的是少數位 但是呢, 在我們的人生, 我們就是匆匆那幾十年 人生幾十年呢? 就是這些時間 如果你想的時候錯了, 然後你還用舊有的方法 不能夠與時並進,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如果很多人在80年代 就已經有窮爸爸富爸爸的那種思維的時候 智富的人會比現在更加多 其實現在所謂的一系列的一些 理財邏輯, 投資方式 很多人, 你見很多不同的所謂專家, KOL 他們都是用窮爸爸富爸爸的那套邏輯去放大 或者走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項目 但是呢, 歸今究竟, 都是很像那套邏輯 所以, 如果你說, 是不是我 早點知道, 未來的世界會怎樣 是不是對我會有著述一點呢? 這個我相信會是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所謂, 近來的 一個什麼, 老字號 最近那個 做富裕的那個, 突然之間消失了 這麼糟糕 譬如你想著大商場, 民生區, 怎樣都有些消費 最後呢, 一個一個死場就出現了 是不是 這些是原本想著, 它都不會倒閉 很穩陣的東西, 一定有人要的 在這種情況下, 你也想著它不會死 就是你想著, 當幾年前, Netscape 在這個世界, 紅霸了那個 browser 那個市場的時候 有幾多人會想到, 跟著IE 跟著被Chrome吃了 是吧 IE吃了Netscape 跟著Chrome吃了 其實當時Chrome出生的時候 都說它快, 各樣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想著Chrome, 即Google 可以呢, 吃了整個IE去 把IE的市場吞了這麼多 所以這些東西, 一路一路都在轉變 好像我們看到有不少的超級市場 原本在那些舊區那裡 可能已經開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看到好幾個, 其實都要收拾 現在華盈都退出了 但是呢 是不是那個區沒有人住 不是呀, 都有人住 人就沒什麼少了 但是呢 那個區都要收拾 當然你說什麼山武潮 HKTV Mall 天貓直送 這些我們最擔心的 微信社區團購 這些當然都是一個部分的推手 而這些東西呢 正正都是在轉變 而變出來的 比如說自由行, 國內人來香港 想著做的那些旅遊業 說不錯 為什麼你會看到它 為什麼你會認為它不錯呢 很簡單, 十年八年前 不停建造酒店 是不是呀 現在這些酒店要拒 搞不定 你看大酒店的股價 現在天水圍的都說不行 那麼 你那時候看的東西 跟未來做出現的結果 是不是一定一樣呢 你打算為國內朋友來 我們旅行 長期都有 說十幾億人 一個百分之一億 是不是 你每年再十個百分之一 或者每年幾個百分之一 來 循環十年才來一次 你都長走長有 是吧 數學是這樣算的 但是呢 叫做找找真銀 但是結果呢 做一張窮遊給你玩笑 窮遊氣氛濃烈 現在現在 商戶就結業 你是濃烈的 他是結業 還有什麼 的士牌 小巴牌 一系列的Waterloo 全部都是 一路一路走下去 連港人最信賴的 樓 舖 想著 樓價一定不會跌 一定是一個信仰 鐵律 原來 它也可以跌成這樣 而且兩年時間 現在還沒站穩 它不是說反彈 還沒站穩 雖然現在開始就好些了 即是 極端下跌的趨勢 開始就少了些了 你可以說 這些事情 都是跟價值有關的 周期性確實會影響資產價格 甚至乎租金也會影響 但是上面講的例子 是不是全部都是周期性的問題 周期性的問題 就是它會恢復 是吧 你有好周期和壞周期 但是上面的東西 你說會不會恢復 只是說笑話牌 你說會不會恢復 以往我小時候是在北角住的 那條路 長期都看見紅車的 是不是 去哪裡 去炸天坊 以前叫做乎臣市 去到這樣的地方 接著 三月 去西環 現在又沒有那條線 不見了 接著你從灣仔回來 我回北角就 坐沙基灣 接著去到不知哪裏 車去到灣仔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就要再加錢的 我忘記了 西灣河 然後又再去 總集收基灣 有些東西到柴灣 這些是以往的日子 沒有理解 但是人們是否繼續走路 繼續走路 是否要出遊 繼續出行 是他要繼續出行 但是這些行業 幫不到 是吧 完全都是這樣 所以這是不是周期性的問題 相信更加是結構性的問題 甚至乎有政治的問題存在 未來讀書 是否還是這樣 一往無前 我覺得值得想想 譬如律師、醫師、會計師、工程師、建築師 這一系列的專業師、專業人士 他們窮了多少年的時間 才能得到成就 但是市場 未來是否還需要他們 你要讀很多書 你要做很多事情 最後你才可以去到這個市場 在這個市場裏 得到你之前所投入的回報 如果假設將來市場 是沒有需要那麼多的話 但是工業又增加 那是怎樣 就是內卷 大陸的內卷就是這樣 不停地有高財生出來 然後 你做到29歲、30歲 然後覺得你老朋友 換了一批新的 那些人後繼就沒有 沒有後繼的 沒有得搞的 後面的生活就很老倒 這些是一個鬥秀場 你只有多少人跑出來 最後那些都是要佔底 所以這個是 要想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需要 以前我都說過很多次 其實一個世代一個世代 風氣是不同的 好像我們當年 我讀書的時候 就是流行 讀酒店管理 每個人都說是瑞士讀酒店管理 現在沒有人說是讀瑞士讀書 現在是瑞士賣朱古力 沒有的 又買Hifi買標 沒有的 然後網絡工程師 電腦 IT 之後 還有沒有IT 還需不需要 我們在組織銀丹 有說過很多次 接下來的 都是在說AI AI自己可以寫 你今天是覺得他還沒得 但他去到某一天的時候 他就得過你的時候 你根本上就沒有需要 再需要去讀書 但你現在跟他一起跑 你又讀書 他也學習 他越來越聰明 我還需不需要 然後我還需不需要寫那麼多program 有沒有那麼多東西需要 這些東西就像手機一樣 你發展到 APP是不停不停地出 但發展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他已經不需要 飽和了 萬變不離其中 那還需不需要那麼多東西去做 他不是沒有用 他有用 但沒有需要 最後這些東西就全部集中在某些人身上 所以接下來說的是 在我讀書之前 好像小學之前 那些年代很流行讀工程師 什麼電子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什麼土木工程師 那時候很吃香 很多規劃發展 但我讀完書之後 那樣東西 還是不是吃香 就不吃香 如果你那時候讀一個 普通的engine 讀WE也好 讀什麼東西也好 讀完了 出來你就可以去工廠 或者去哪裏做工程師 做一些 電力公司 請你做這些 但是 你最終是否可以很發揮 那也不是 你覺得那個行業很好 但其實你找的收入 甚至乎有時候 你連老師都不及 只有那些情況 所以你說 未來AI這麼厲害 那他還可以完全取代了我們 是否可以真的最後取代了我們 這件事暫時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說肯定的 他會取代某部份工作 特別是一些重複性的工作 現在說的 AI醫療都在上來了 那如果你說 只是說診斷 那個部份 AI很大機會是好的人類醫生 因為診症呢 就是講分析的 分析是講什麼 講經驗的 除了知識 還要經驗 知識是講記憶 講記憶 還有講經驗 兩者融合 接著 你出一個可能性 然後為你斷證 就是這樣的東西 AI是有機會做到的 甚至乎比你做得更好 接著 好了 做手術 我不要說什麼微創 什麼 幾個人幫你做手術 不用 我就是那裡做了 後面的就做手術 醫生做手術 用人去做 這裏已經差了很遠 所以其實 整件事會很不同 在這裏 我就不是想帶出一些什麼 很負面的想法 就不是想去估計 未來會怎麼走 只是想說出 信仰本身 都可以是一種問題 不是說宗教信仰 是你認為一些不變的東西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就是一種問題 事實證明信仰的本質是什麼 是變幻 其實只有變幻才是永恆 你看看 能夠誤出這個道理的 亞視都要倒閉 是吧 亞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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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幻才是 變幻原是永恆 那首歌位那邊來了 那 他最後都要倒閉 你看看 現在連他的對手都頂不住了 所以可以想到 變幻有多厲害 作為家長 自己一直都感覺到 其實如果你說讀書 對標賺錢的話 我覺得 其實就 在現在這個階段 就不是說百分百 不是百分百 其實更加重要 我覺得是資材善用 人生規劃才是更加重要 就是從錢的角度去想 讀書應該不是 佔過百分比已經沒那麼重 以前會的 初初的時候是個需要 現在沒那麼需要 即同一樣的 以前認識的人只有十個 現在認識的人是說十萬個 那你再讀下去 那其實你 是不是一定要 是不是很有用呢 這個變成基本才能 基本才能 我記得一件事 就是以前 我做電子標 就是卡士尼的電子標 以前他有一個 燈功能 他最早期是用一些 燈泡仔的 公司專門做燈泡仔的 然後呢 我很厲害 就做了一件事 叫做夜光片 冷光片 我們叫做EL片 叫做冷光片 一著 整塊 整個Display 整個LCD 都著光了 很漂亮的 比燈泡仔好多很多 現在也有很多人 拿來做廣告 他很薄的 那他 要拿著一隻火牛仔才做到 要升壓的 但是呢 當時呢 一出這件事 就覺得很厲害 每個人都去投資 每個人都去做 他做一些標動 買出去 因為我又做這行 然後 當時我已經說 其實我們就 現在我們不敢追 就不要硬自己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之後 會變成標配 因為一定是標配 它不會令你賺錢 所以你再去投資 去做 你沒有需要的 到時你買便宜的回來裝就行了 不用自己做 結果 當時就變成標配 之後就變成標配 所有標都是有EL的 以電子標來說 其實那個狀態都是這樣 你現在去想的事情 其實你很重要就是要想 更加重要的就是選擇 你怎樣去選擇 一件事是適合你 沒有說最好的 就是適合 譬如這件事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你選擇得對的 你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如果你硬跟別人爭取的時候 你反而 那個賽道 最終你是 跑不完 其實如果你是小朋友的性格 不適合強力讀書 不停讀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更加多是滿足我們家長自己的認知 最後其實是害了他 這個未必是最好的 如果讀書 假設每一個角度 假設讀書 我不是純粹是 對比賺錢的 不是讀書 為了讀書 為了知識 為了培養他 我覺得 培養的價值觀 應該是更加重要的 比知識更加重要 你要真心用人去培養他 用自己的時間去培養他 最簡單講完 我想講一下 階段 什麼階段 讀書 有幼稚園 小學 中學 我們講到最基本的三個層次 那幼稚園 通常去幼稚園 我們去選擇學校的時候 通常有些人會選擇一個好區 會選擇一些出名的小學 一千五百人排一個K一 排N班 二年級的時候 幾乎都要給沙士比亞那些作品去讀 甚至乎有些人為了跑贏 在圖上播放一些歌給你聽 有很多東西去支持 這些東西 可以幫助小孩子培養他 如果你問我 從我自己的觀察 從我自己認識的人 從我看到的東西 DNA 是會影響一個小孩子的 這個是真實的 你說他讀書厲害不厲害 我覺得這個是有的 另外 因為DNA很明顯 你想想一件事是這樣的 當然 很多科學已經證明 這個遺傳是跟DNA有關 但是 很簡單 從一個白癡的人去想一件事 你兩夫妻生一個兒子 你都會說 哪個像哪個 這個小孩子像個女兒 像個媽媽 像個爸爸 這個東西是怎樣來的 他怎樣來的 他為什麼會像你 你生一塊東西出來 那塊東西會像你呢 又不像叉燒 是不是 表面是個人 但可能內裡是個叉燒 這個我沒有辦法 但是他實際外表是真的像你的 那他來自於什麼 那他一定是來自於 來自於 我們找到的DNA 可能之後還有其他東西 但暫時找到的就是DNA 而讀書呢 我觀察到我認識的人 這件事 是有遺傳的 是真實有遺傳的 幼稚園 通常人們都會爭 就是入一個好的小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喂 小孩子讀書呢 其實呢 就 不是單是講天資 天資你不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 出生那幾個月 你就知道 他是今年九歲那個 考DXC的神童 不會那個水平 你不會知道的 其實更加重要 小朋友是講成長 成長速度 你可以看到 讀書成績好的年輕人 多數他呢 都是偏向老職一些 沒有那麼單純 他不是說 那些 不是說 天真無邪的單純 而是說 他是 會想多些事情的 他說話呢 是比較老職一些的 簡單來說 你想困他人 困他不到的 他又會說些東西 轉回你轉頭的 很多時候你看到 都是在這一類型的人 所以如果換個角度 你真的要從幼稚園開始規劃的話 你應該 就連生嬰兒的時間 你都要管好 不是算命的 那些 不鼓吹 那些是不准的 你自己 看看 什麼時間 生嬰兒 那個嬰兒 就會是 八字又如何好 那些 那些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不合理呢 如果個個都這樣做 那個個都是生的 那些人 結果不是的 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 以前 有人說 退回頭 他會 因為你這樣算 然後 再找回你 其實應該幾時生 其實應該幾時生 都可以是一種固定 注定的了 當然 我不是猜出這些事情 只不過是 只是這樣說 我們聽到 就當認識一件事 這個意思 其實我的意思 就是盡量生大B 大B 一定是幫到你 成長得快 這個 這個是 我看見是這樣的 好了 就算是少一點 去小學階段 小學呢 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很希望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 搬屋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你去選區什麼三十四校網 什麼十一校網 什麼什麼校網 你去找一間小學 你去做這件事 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 你不是單去看這間小學 究竟出不出名 而是你要看他那一區的中學 之後的中學 為什麼 你進去小學 就是為了入中學 是不是 其實你是為了入中學 你最終結束就是這樣的 那你一定要去看看 什麼呢 就是這個區裡面的中學 究竟是有利男生 還是有利女生 還是差不多 不只是看小學的Bending 中學的Bending 比小學的Bending 其實更加重要 你讀小學 是希望入好的中學 這個就是剛剛說了 從而怎樣 從而增加入大學的機會 好的Bending 好的Bending的學校 不是因為他的資源好 有些網上的人討論 就說 什麼校長又怎樣怎樣 什麼Bending 2的校長 又沒有那麼進取 又Bending 1的校長又怎樣 我相信 不是沒有 但是 不會很極端地 所有Bending 2的校長 都不想爬上Bending 1的 有些人當然會是這樣的 但是 我相信不會 從事這個教育行業的人 或者做得校長 不多不少 大部分來說 都希望是好些 越做越好 不會想不好 那家學校不好 所以他們都會盡量爭取資源 而其實 很多家長自己都有很多資源 很多補習 如果你說單純學校的老師好 就可以的話 其實你也不需要補那麼多集 補習 為什麼補習 有意識感呢 所以證明了 告訴你 你單純學校資源好 都不代表你可以撐出一個很強的學二學生 那你補習 或者給他一些額外資源 確實是可以幫到他 我們是不想承認 我經常說一句話 讀書不是求分數 大家經常說 讀書不是求分數 是吧 那你連分數都求不到 那你讀書來做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 你讀書求知識 求知識 那你去回答別人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回答到 那你回答過問題也回答錯 你都拿不到這個分 你說這些 你做什麼呢 讀書不是求分數 你不是讀書不是求分數 你讀書不能求分數 是你的情況 所以讀書不是求分數 這句話是不應該說的 我認為是不應該 讀書要讀得好 這是你的責任 你就應該要求到一定的 用分數證明你回答 你懂這些東西 正常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那當然 這也是人能夠做到的事情 有些人讀書很多時候 都是很死板的 答問題也是很死板的 實際上你去出個社會做 跟讀書完全不同 但是你現在這個階段 你只可以說這些 你不可以跳步跳到後面 然後安慰自己說 我讀書 我將來都是變理家成的 李家成也是蕭鹿的 蕭鹿畢業 如果你這樣想 其實你一出生 你都可以自己跳樓掛老賊 沒有必要去經過過程 你最終是死的 是嗎 這個你每個階段 有不同的責任 就是不要用這個 去蒙蔽自己 也都不應該 覺得不應該灌輸給個 小朋友 有一個這麼不積極的想法 所以其實很多學生 他本身自己 或者家長 都有很多資源 給他去讀 去補習 去學更多的東西 令到他可以有更多的一個 機會去考得好些的史 如果你說單純 去講 入Band 1 Band 2 Band 3 為什麼我入Band 1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從我觀察 自己覺得的觀察 去見到 見到身邊朋友 子女的長大 我看著他 幼稚園看著他大 看著一班一班 大話 不是只有一批人 我看到幾批人 是這樣 其實入好的學校 最重要的是什麼 好的學習氣氛 什麼學校都有不好的學生 有些人是專門圍咬症的 專門跟你說 Band 1學校一樣有人吃煙 黑社會 是有的 這是事實 但你不要因為他是 有人吃煙 有黑社會 他就不是很好的學校 結果是好的 不要經常用這種心態去想 不要這樣想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進去Band 1 我會好一點呢 因為他的制度是這樣的 Band 1的中學 就是搏Band 1的小學 那上去 Band 1的小學 他本身在 在那裡已經有很好的學習氣氛 如果他上去中學的時候 大部分都集中這些人的時候 他當中就會培養了一個競爭性 是會幫到孩子很多 孩子 是會習慣了在一個競爭性強的地方裡面 專注於讀書 那你會想 我兒子會不會跟不上 會有些個案 錯配了 你兒子進了一些厲害的學校裡面 就會令到他不想讀 這個好像我們做生餐線 兩條生餐線鬥快 長期有一條是慢的 那條是沒有士氣的 這是一種士氣來的 但大部分 這個是少數 但大部分都是匹配的 匹配的話 他們就會有一個競爭 你去到後 就會得到一個好一點的學校 氣氛 是會想讀得好一點 你自己會好一點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看見都是這樣的 好像我們今年 去年幾年 這幾年我聽家長說 好幾個狀元 好幾個狀元 當中 以我所知應該有三個以上 都是 我這三個子女 在讀的那間小學上去的 我兒子讀的那間小學 確實是好的 是一間班一小學來的 我為何想拍這條片呢 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想法 進入Bandwin小學 最後的結果 並不如理所想 不一定如理所想 我想說 有什麼考慮 當中去到某些位置 你可以改變一下 然後得到一個好一點的結果 這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所謂的這些中學的組成 其實都是來自於這些好的小學 而好的中學對標的 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好的中學 就對比好的小學 學生對學術的要求 他們確實是不同的 而且商戶會灌輸 影響得很嚴重 我們都看到這個氣氛是多重要的 好像我們做小生意 很多時候都有幾個原則 小而美的鐵律 第一個就是單點突破 你不要什麼都做 只是選一點 用一個小點去開始突破 增強你自己的生意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定好對手目標 即是你要找到一個目標 譬如我想做同類型的 我要我的生意額 我的分店數目 要去到哪個對手的水平 我的revenue要做多少 你要定好一個目標 第三就是做減法 我們經常講的 人生的做減法 儘量減少一些東西 儘量無謂開支不要用 這三件事當中的第二點 就是幫自己找目標 其實對於讀書來說 都很重要 對於你向上拍是很重要的 第三件事就是你要分析好 心儀的小學的派位紀錄 這個很重要 你要看一下 例如我讀 ABCDC三間學校 ABCDC三間學校 四間學校 這四間學校裡面 每一個人 這幾年 這十年八年 他的派位紀錄 都是派了什麼中學呢 你要分析這件事 然後你計算什麼呢 計算到 其實他有多少個百分比 會派到好的中學 然後你評估自己 孩子 成長的水平 跟不跟得上 這個是特別的中途 在二三年級 三四年級 開始自己評估 我有沒有機會 跟到他們這班學校的這班車呢 因為派位是會有 全港派位 然後你自己分區派位的bending 全港bending 和分區派位的bending 你以為自己考得好的時候 其實你在分區的bending裡面 你自己差過 其實你是差過別人的 你是派不到同區的band1 這些考試策略 我應該學校會教你的 告訴你 bending那個策略 然後你可能進了這間學校 你以為自己考第十名 很穩陣 其實最終你派不到你想要的中學 這個是你一定要了解 知己知彼 才要去處理這件事 第四件事 如果你是中途 我發覺我跟不上 或者我比較邊緣 譬如我這間學校 150人 50 band1 50到99 band2 然後後面是band3 如果你發覺我是四十幾 五十五之間 這樣的話 你發覺你開始有這樣的狀態 然後你兒子都努力了 但是跟不上 那你就要去 就是要考慮 去同區找回 競爭較低的一些學校 去轉校 最好就是在四年班轉 因為很多五六年班 是差不多的 那你就在四年班轉 那相信如果你是一間好的小學 然後你本身也考得在這些水平 那你落在一間沒有那麼好 說稍微比較 競爭性低一點的小學 你進去 你會發覺 你多數見到這些學生 他都不會太差 你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我都說我兒子的那間 小學 前面那三四十名 差的是四五分 你可能在最後的那些 什麼音樂啊 藝術啊 這些 中級也有中級 假設這些 或者有些其他的 勞作 或者什麼PE 這些分數 如果你考得好些 你加到一兩分 你上前跳十名 因為藝術啊 以我所知有些不同的學校 譬如他85分 他就A 我們那間 可能要89.5分 以上才是A 在這樣的情況下 整件事 你就完全不同了 你什麼不同啊 你拿成績表出去給別人看的時候 你就會不同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要知道 如果他是 真的拚不到的 他都很盡力的 那你不如下下級 然後 你去到 去到那間學校 繼續用相同的方法去 去 去 繼續讓他這樣做 然後呢 他反而你會見到 他人是有信心了 他排得前了 甚至乎 那間學校的尖指 我是見過 兩三個這樣的例子 所以當沒辦法 如果真的很差 那我就沒辦法了 如果你說是有些邊緣一些 我覺得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當你去 因為每一間學校 他總有一些Band 1的位置 如果你能夠排在前面的話 你容易回到Band 1的學校 這裏我們要理解 有時候不是兒子差 是他未成長到那個位置 譬如你經常說 男生會亮燈的 中衫亮燈 他還未到中衫 怎麼亮燈呢 前面輸了 前面就影響了他 我們做家長的 就是負責做什麼 就是觀察這些變化 這是我們的工作 難聽一點 我們做王者 你要選擇一條適合的路 讓他走 我說過很多次 有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去 克服這個難題 有時候我們未到資格 或者我們未到適當時候 去克服這個問題 那我們選擇什麼 避開 就不用挑戰他的 因為你是沒有這樣的時間 給他挑戰的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讀中學入面 讀小學 幼稚園小學中學 你去選擇的那個 那個思路 應該是要這樣去考慮的 簡單去總結一下 你選擇一間小學 其實就是為了選擇一間中學 所以你一定要對於這個中學 的升學路徑 你一定要進行研究 你要知道怎樣升學 最後你的目標會去哪裡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一開始就開始做 你第一年開始做 你之後走下去 你就知道 是不是可以 對號入座 去到你想要的位置 中學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 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說 告訴你某個區 你這裡 將來你派位 派到中學 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你在小學 進去就可以了 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你進去那個區 那間中學是怎樣 他是有很多Band 1 Band 1可能有150個位 我當有Band 1的話 有150個位 但是他100個位是女生 50個位是男生 如果你生一個男生 你的競爭就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是相對平均的 不要這麼大的競爭 甚至是偏向男生 那些區 你才好想 這是事實來的 亦都可能出現的情況 就是那個區 60%是Band 1 35%是Band 3 5%是Band 2 那最後怎樣 如果你的兒子 屬於邊緣人的時候 那你就有很大的風險 你可能不能進去Band 2 你會直接跳去Band 3 這些你要怎樣做 你要進去之前 你就要首先做好研究 你研究了 你才知道 原來我之後會面對這些風險 這些東西是我親自自己去分析 所以我是知道我自己的區 因為我要幫他們選擇學校 我會發覺 咦 真的沒有了 真的 他去不行的時候 就Band 3 去不了了 你要跨區 就會這樣 希望大家提早點做 另外就是第二 我們講的Band 1 vs Band 2 Band 1 小學考到中上 你小學的時候 你的Band 1小學考到中上 絕對是沒有Band 2 考在Band 2學校的前列 那麼有優勢的 我見證過三年的牌位 我可以很負負責這樣說 不是派位 可以很負責這樣說 你終極的目標 就是無論 學校是甚麼Band 2 你都要盡量入到前十名 盡量入到前十名 你可能Band 2學校 你入前十名 Band 3學校 你入前十名 Band 1就更加不用說了 這樣你入到前十名的話 無論對你扣門 自行轉校 甚麼都好 你都是優先的 你都是會有優勢的 因為別人看的 是先看排名 是很簡 很直接的 他不會去對比這間學校 和這間學校的平均分 究竟是相差多少 即那間學校的平均分 100分平均分 等於這間學校的80分 他不會這樣 所以排名一定是最先考慮 如果你說這間學校是淺一點 但是你高一點的話 你的將來就會不同 那麼第三項就是 投資匯報率 甚麼是投資匯報率 那就是 大家用同一筆錢 不論你讀的是名校 還是差一點的學校 但是你都一樣是花那麼多錢的時候 給他在孩子上 你穿他讀書 或者穿他學習 你覺得你是不穿的 你覺得你是一個 字仰的 這樣 這個就不告訴你 但如果你不是 你都覺得 我是要穿孩子的 我都是要給他讀書的 給他學多些東西的 這樣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不論你是一個好的學校 或者是一個不好的學校 你用那麼多錢 相同的錢 給這個學生去學 最後這個學生 在好的學校 和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得出來的結果 可以很不同 明白嗎 因為你在競爭大的學校 那幫人 他學得更加多 或者他比你更加 更加 更加強 或者他的子女更加強 你給多少錢 都會賭錢進去 永遠都爬不上去 但你在一間 沒有那麼好的 沒有那麼競爭性 那麼強 你賭錢進去 他爬得上去 然後去做到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第二 那兩樣的事情 你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 我是很希望 你一定要因你自己的子女 究竟他有沒有了 才去幫他 確定他應不應該去Band 1學校 還是Band 2 做了一個Band 2頭的學生 這個是 是要真真正的去想的 而且 你是有1 2 3 4 但是4年給你時間 你去觸摸他 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去分析的 那麼最後我就想補充一點點東西 就說一些關於英文的迷思 我自己觀察我自己的子女成長 其實他們的英文成績都很好 一般都90分以上 差一點都不會跌出85分 有時候可能實靈會失手一下 那我女兒經常作文就滿分的 但是呢 如果有聽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女兒去了澳洲讀書 讀那間學校都很好 應該是前面那幾間的了 開頭我也覺得很開心 找到那間學校給她進去讀 但是呢 你發覺到呢 她一出去用英文的時候 就玩槍布丁 玩槍布丁 搞不定的了 完全是 沒有辦法跟別人比上的 在外國讀英文 基本上你讀英文 讀英文書 溝通英文 你跟那邊的學生 再加上另外的學生過去的 那些都是國際學生 國際學校的學生 相比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她學術上她不是差的 但問題是她用字 看字看書 全部漫過人 你面對的就是這些 而且那間學人因為好 她再插班來的學生 經常都會有學生來讀書 疑問詞很多 那來的什麼 聖破Covic 拔稅 都是這些水平的學生 所以其實你 就算你在家裡 自己在學校 英文學校得不錯也好 你要知道 其實你出到去 是不夠別人來的 所以那個英文的水平 你要知道 香港的學校 教你英文的方式 都是只是一個 流於應是的水平 實用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培養她 如果她將來去外國讀書 或者怎樣也好 你一天就轉去國際學校 要不就給她多些英語的語境 要不然她會有機會跟不上 外國讀書 也不是完全想到那麼容易 雖然她有自由 但是你英文不夠 你還是會差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都是比我們容易很多 這是事實 第二就是 在我的子女 學英文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我們都是很注重文法 大部分都注重文法 這一點就不是說她不對 而是我覺得 在小朋友學英文的時候 這個是錯了重點 其實我觀察我的子女 最大的英文障礙是什麼 都是Walkap 其實生活上你要知道 文字的解釋 是很重要的 你不懂文字的解釋 不知道文字為什麼 你連字都不懂 你怎麼學懂別人的文化 你的語法多好都好 你去到那幾句 所以你是要識字 我不知道是否那些老師 認了你要學字 甚至我們讀書的時候 我都記得是經常要背Walkap 我覺得現在比較少了 如果你真的有心培養小朋友 你應該先從Walkap開始 從小時候就開始給他 學多些字 記多些字 什麼方法都好 盡量做 70%集中的時間在Walkap 30%文法 大一點 你才去訓練他寫文 去看書 你可以遲一點 但是自力一定要想文法 給他 去認識多些 不要集中 不要聽老師說 集中在文法上 最後會影響他的成長 最後就是 扣門 想說扣門 首先扣門 我已經扣過了 我就知道狀態了 有時候你會上網查 你打電話去問他 怎麼扣門 他會叫你上網查資料 到時候到後他就會告訴你 會有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是沒有的 去到最後一天都沒有的 有些有 有些沒有的 那怎樣呢 你就要提前問 你要保持著 可能去到就來放播 你也要再問一次 有沒有這樣 甚至乎去到當日 我是試過當日再問的 因為上網找不到 當日我就再問 我試過問 第一次打他 他不收 然後我受不了 再打一次 我就問他 你收不收 然後他就說 你自己準備一些資料 拿去行戶處 原來最後都會收 而且他收了我的資料 10分鐘之後 就叫我們第二天去面試 這樣 所以不要放棄 第一 你試到盡 人生只有一次機會 你要試到盡 做到盡 你做到盡 我經常講 盡力 盡力你做不好 何況你不盡力 盡力做完了 那就無憾 還有有時候 有些學校沒有申請表 有些有的 有些是網上的 有些是叫你下載下來 又再交的 有些沒有申請表 你就要自己寫一封申請書 上網是找到規格的 找到格式的 但是最好大家看一下 然後你自己寫 寫得更入獄 寫得更善情 不用太公式的 其實最重要 都是將成績表 還有獎項 獎項是很重要的 是幫到手的 等一下你再說 第三項就是自行派委 就是面試 現在我想說 第三項就是面試 面試分兩項 全部英文為主 而最主要 他們是用形容題 形容一件事 叫你形容一件事 是為主的 他很少會講你的歷史 我沒有試過 很少會講 為什麼你中間學校 在自行派委 那裏 沒有的 他通常是問 叫你形容一件事 叫你用香蕉 來形容一下 你和朋友之間的關係 我兒子就是這樣 很深的 所以你應該 不要強行叫他背 自我介紹的 我自己的兒女 就沒試過叫自我介紹的 我都試過 七八十次都有的 做這些 都沒有的 所以這個你要考慮 在題目那裏 是形容詞 形容是很難的 你真的要靠你有沒有尿 因為很多東西都馬上來 馬上想 馬上認識多少字 所以他們為何會用這個方法 來考慮你 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就是 叩門時的面試 都是全英文 叩門面試的試題 會問什麼呢 真的會問你為什麼 選他那間學校 會問你為什麼 不選他那間學校 在自行派委的時候 他會問你自己有什麼強後 對學校有什麼貢獻 他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你可以留意著 這個都重要的 記住自我介紹這些 我沒有遇過 但是很多人 都會叫你先讀這個 你有時間就讀 第四項 盡量叩門的時候 早點去交表 第五就是什麼 如果沒有回覆 要自己 補充一下 為何會盡量去交表 因為他看到你對 他立刻打給你的 然後他收了你 收了你就沒有位 後面那些 你最心疑那些 人生 你人就只有這麼多時間 你每年同時間一次過 去15間學校 所以你一定是先去 你最想要去那間 印那些表 印那些 成績表 什麼獎項 你自己做定 這些不用說 一炮就 印了這麼多份 準備好 到時要怎麼交呢 就去的了 一定去你先最想去那間 如果他沒有回覆 你要自己打電話去問 亦都可以 多了一個機會 給你講一下故事 講一下你的子女 為何不來 為何我現在要選你 你會多一件事 甚至乎可以 一路無消息都好 你都可以再寫求情信 我們有朋友試過 這樣打電話去 再問 再講求情 再寫求情信 最後收了他的 真的 真是真事 雖然 他是不會因為這樣 而加個位給你 但是他會怎樣 當有人走的時候 你就變成第一個人 立即有人不註冊 就立即來 有人來拿回那張表 他就收你 他就是這樣的案子 另外就是 你有些兄弟姐妹 那些小朋友 你都要為他鋪路 譬如姐姐小朋友 姐姐在第一間學校的時候 要想起小朋友之後 是不是可以上去 這個你要早點想定 Sibling這件事是幫到手的 第七件事 就是證書 獎項是很重要的 我講兩個真實個案子給你聽 一個 一個就是 他是一間 Band1尾 Band2頭的學校 小學 而他考的分數 就是考 20分左右 是不是20名左右 大約20名 那間學校只有70多人 20名左右 就不算特別高 平方分數也特別厲害 但是 他的流冰水平高 他有獎項 而一間著名的男校 收了他 馬上收 立即收 其他更厲害的 我們認識其他學生 不收 但是你有這件事 他收 第二個 我認識了一個 一定是Band2的小學 然後 他 學術程式 都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 剛巧在他 去面試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個鋼琴獎 那 那 那間學校 就收了他 那 很奇怪的 因為我們學校 都有人去 成績很好 那些都不收 反而他這樣收了 我見過這兩個案子 當然沒有人能夠有證據 證明一定是 但是 從一個正常的邏輯推斷 但是 他們似乎 他們是很尊重這些 這個可以 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那 第八 正底就是什麼呢 考試和應試 我經歷過這麼多的人 看過這麼多事情 見到這麼多狀態 但是 考好的試 考好DSE 從觀察所得 談計所得 只有一條路 就是不停做卷 我現在講應試 考試 不是講學習 我不是這個類型的人 但是 我只是告訴你 我見到的就是這樣 幾乎每個我懂得考得好的 他都是主力做卷 再從錯誤當中去學習 是這樣的 我今屆有一個朋友 朋友的兒子 就提前進了 港大醫學院 提前已經收了 不但DSE 他考DSE的時候 他都是不停做 不停做 不停做卷 以往都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學習 不要搞錯 學習 是包括實際應用的 我覺得 如果學習 只是用來考試 這些叫應試 這些就是應試方式 這個我覺得是應試的策略 就是做多些卷 所以你如果想個兒子好的 你就讓他做多些卷 他會考試 會考得好些 多些rehearsal 那麼 最後一樣 十優狀元 有時候想 是不是很想個兒子 讀得好書 讀得很好 做一個很好的十優狀元 做一個很好的學生 考得很高分 有時候會看 其實 早幾天我看了一個十優狀元 我們香港第一個十優狀元 看到他的仕途 其實都不是很特別 都不是大富大貴的 不會和大家想的 讀書很多 一定是很好 賺很多錢的 不是一定是這樣 甚至乎 甚至乎有時候 讀書讀得很好 會被自己框死了 沒有辦法突破 這個是我自己看見的 而且也不只有一個 很多個所謂的這些狀元 或者讀書讀得好 他也是 就是這樣 又不是特別很好 普差當然不會 始終有人要 但是 是否值得 給小朋友這樣發展呢 作為家長 我們是要去想一下 究竟是培養知識重要 還是培養人格重要 我覺得這些是 我們家長要負責去做的 還有要觀察他 究竟他最適合他的是什麼呢 好了 講了很長 很久沒試過拍這麼長的影片 希望今天這裏幫到大家 這個不是我平時講的 topic 但是如果 各位家長 各位朋友 覺得這裏的思路 是幫到大家想的 都希望你們幫我分享一下 分享給其他有緣人 希望我們的子女都會好些 多謝你們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